花布器正在揉播,一路追到现在,不得不说剧情是真的没有丝毫拖沓,男女主该发糖的发糖,该遮杀查案的遮杀查案,现在播出十多集,花布器就跟脸一颗表白,并且知道自己的绅士和其王爷背后的阴谋了,这发展看到网友一阵激动,期待的假死情节就快要来了,安排。 根据剧情发展,花布器假死后,陈宇就知道一切真相,并且明确自己喜欢上花布器的心意,这样一来自然就开启了追溪之路,与此同时,花布器逃脱到江南朱家,转换了身份重新开始,并且认识了男二东方石,于是等到陈宇追溪的时候,两人形成三角形,分外热闹,一次激动,东方石和陈宇还同时表白了,闹得花布器那是一个头大。 我们知道花布器其实喜欢的是连衣课,可是告白过一次就失败了,想清楚这些的陈宇为了能早点把花布器抓到手,干脆戴上面具,伴做连衣课跟花布器表白了,结果这次花布器严肃要求他摘下面具,想看看是长得什么模样。 这提议听得陈宇一阵紧张,却还是照办把面具摘了,而因为花布器会甩梁走,不想他居然满眼深情,走过来捧住陈宇的脸落泪的, 我其实早就知道是你。 想也明白花布器一个智商在性的女主,几次三番接触下来自然能猜出连衣课的身份,不过先前因为各种原因逃避罢了。 花布器的反应让陈宇惊喜,连忙激动的抱住人拥吻了起来,来人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了。 结局帮助东方石当上皇帝就归隐了山林,该局是张冰冰第一次出演古装男主,帅气的外表和林宇晨站起来很有CP感, 不过看到后期有人表示张冰冰没什么演技,还不如演莫若飞的小姐姐吸引人。 你喜欢张冰冰饰演的陈宇吗? 谢谢吗? enfin,